身穿黑衣的男子和太太 踢著行李箱過馬路 但後頭一輛白色轎車 搶著左轉差點撞上兩人 老太太不忍了 衝到駕駛座直接開嗆 你怎麼開車的啦 到底有沒有看路 駕駛這才趕緊下車 低著頭猛力鞠躬道歉 因為我是一個媽媽 我都會催小朋友 像他們這樣轉 汽車都不會讓行人 沒辦法 沒有政府在管 很神奇 我覺得現在的 人民的素質有些不是很好 台灣不會被稱為行人地獄 真實案例又一樁 驚險場景發生在台北中山 這裡車道狹小容易有視線死角 教授想快沒理讓行人 這回卻被對方指著頭 標榜好幾分鐘踢到鐵板 網友難得一致好評 這年頭年輕人還會鞠躬道歉 深感欣慰 稱得上台灣奇蹟 誰年輕沒犯錯 給他一個機會吧 南港這名騎士可卻沒這麼幸運 下班回家遇上駕駛逆向追撞 整個人重摔倒地 熱心民眾趕緊關心他的傷勢 還有嗎 你聽說的 聽說的 你怎麼走這邊 這邊逆向 我怎麼走 這邊是雙向 床駕駛駛匆忙忙 神經緊張 頻頻道歉 他公車不熟悉路況 以為這裡是雙向道才會撞車 馬路如虎口 或許駕駛多留於路況 才能擺脫行人地獄惡民 記者姚立強 陸雨昕參報道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 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